法副市长你可以改变路线 我现在只要说你提到我做这条局线 你可以改变任何路线 我现在比较棒了我会赶紧 县市府上任后台中的大众运输网大洗牌 原先规划从海线到屯区的捷运局线路线恐将一分为二 市议员段维宇担心屯区民众权益受损 拿出自板要求交通局长王毅川签名背书 保证原先规划从海线到屯区的捷运局线不会跳票 捷运局线 对啊 在台阶和我台立路红的这条局线要再做吗 我来去往报道 现在局线对台中港、清泉港、中科、水南 要做吗 我当时有要做吗 有要做吗 以前有的路线比较多了吗 以前有的路线走到台中间就做吗 有要做 7层 7层 因为这个捷运系统就要保证吗 议员关系民众使用大众运输的权益除了捷运局线之外 还有最近很夯的iBike 由于目前主要站体都是集中在旧市区 议员张雅敏呼吁应该扩大到原县区 让各个行政区都能享有iBike的福利 几千几十五台 都在我们的区域市区运转 当然很恭喜昨天突破了一百万 这表示说这是一个好的政策 这个好的建策要全民共享 这个营运的效果很好 所以说表现这是专利 全民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好的政策 一百战我们来继续 大众公共运输普及是先进城市必备的条件之一 市府吉利建设推广 但是还是要以便利性为考量 才能提升民众的使用意愿 让最后一礼路做到无缝接轨 九军台中采访报道 继续 2005年